秋天已经来临,凉爽的气息让人感到宜人舒适 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一些植物的叶片开始在秋风的吹拂下 逐渐从绿色转变为金黄、赤红,点缀着大自然的画卷 使秋天呈现出绚烂多彩的色彩 尽管相较夏季,秋天的气温使人感到更加宜人 然而,容易上火或失眠的个体可能会在这个季节感到些许不适 因此,进入秋季后,适当的身体调理显得尤为重要 在秋季,许多人中爱食用苹果、香蕉等水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两种水果,并不建议过量摄入 苹果的水分含量相对较低,不能有效的清热润肺 而香蕉则因其甜度较高,摄入过多容易引发上火问题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在秋天尤其是已享用的水果 那就是备受喜爱莲碰 在秋天里,当地的居民喜欢品尝莲碰的美味 这种蔬菜又便宜又好看,总是吸引着人们 年轻人钟爱生吃嫩莲碰 而老莲碰则被用来炖汤或煮成盐水莲碰 传统的吃法在这里深受欢迎 莲碰不仅美味,还有许多健康益处 尤其是那些容易上火的人 他们知道秋天是多么宝贵的季节 这是因为莲碰具有降火的作用 能够让人体内的热气得以舒缓 同时还能改善睡眠质量 除此之外,莲碰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钙、铁、钾、磷、锡等多种营养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莲碰中的甲和磷含量要比其他水果高出许多倍 这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非常有益 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体内甲纳平衡 保持健康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种新的莲碰吃法 多焦炒莲碰 老莲碰被精心制作 经过煮之后变得更加美味 这不仅能够满足味蕾的享受 还能够减轻秋天干燥带来的不适感 今天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推荐食谱 多焦炒莲碰 准备食材 莲碰 辣椒 蚝油 鸡精 制作步骤 一 从家门口的池塘里摘了五个莲碰 莲子 一定要嫩 所以要注意选购新鲜的莲碰 二 把莲子一个一个地取出来 避免莲子变老发苦 影响口感 准备一把小小刀 在莲碰的根部打十字花刀 这样莲子更容易入味 也更方便食用 操作时要注意安全 四 处理好的莲子 放入烧开的水中焯水 用勺子翻动一下 让莲子受热均匀 大约8秒钟 然后捞出备用 五 在炒锅中加热油 加入剁辣椒炒香 然后放入莲子 翻炒两分钟 让莲子充分吸收剁辣椒的味道 六 加入适量的生抽 蚝油和水稍微焖一下 再适量加入味精提鲜 由于剁辣椒已经有咸味 所以不需要额外加盐 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注意火候 保持莲子的脆嫩口感 这道菜是季节性的 要及时享用 剁辣炒莲子 做好了 以下是三个小贴士 一 选择新鲜莲碰 为了确保莲子的嫩度和口感 选择新鲜莲碰非常重要 在挑选莲碰时 要注意外观是否完整 色泽是否鲜艳 并且避免选择 有任何瑕疵或腐烂的莲碰 二 控制火候 炒制剁辣椒炒莲子时 火候掌握得当至关重要 要用中小火炒制 不要过度炒煮 以免莲子变得过熟 口感变差 保持莲子的脆嫩最佳方法是快炒几下即可 避免过度炒煮 三 注意调味 在调味时 剁辣椒已经带有咸味 因此不需要额外加盐 适量加入生抽 蚝油和水可以提升菜肴的味道和口感 另外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适量加入味精 提升鲜味 记住调味时要适量 以免影响整体口感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 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